2023年,以新元计算,STI的总回报率为4.7%,而富士东盟扩展60指数的总回报率为3.7%,这使得STI自2019年底以来的总回报率达到18.5%,是富士亚太、日本除外指数9.1%总回报率的两倍。 兴展集团控股公司、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三家公司在这四年中的总回报率平均为43.6%,推动了STI的上涨。 三家公司的季度净利息收入总和从19年第四季度的57亿新元逐步增至23年,第三季度的84亿新元。 2023年,STI是在新加坡ETF投资者中交易量第二大的股票指数,仅次于恒生科技指数。 这两只ETF在2023年的总交易额达6.36亿新元,年终管理资产总额达22亿新元。 SITREM于2023年加入STI,吉保欧与M的合并大大提升了其市场价值,截至2023年底,其市场价值为80亿新元。 吉保和盛科工业与2023年相对平缓的STI价格表现相比,出现了最大的偏差。 两只股票的总回报率均为61%。 扫描或点击以下链接,了解有关这些股票的更多信息,或加入SGX Invest的Telegram群组。 请注意,以上是对股市历史表现的独家点评,不能代表股市未来行情走向。 CyberQuote提供高达70%津贴的投资课程,更多详情可游览cyberquote.com.sg。 谢谢观看。